台北市生育一胎 补助2萬元的助你好運政策 被媒體報導可能會喊咖 但是市長柯文哲今天說 這些都是謠言 助你好運對於提高台北市的出生率有幫助 其實助你好運對於整個提高台北市的出生率 是有幫忙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 奇怪 這國家好像謠言很多 奇怪我們有說要提一下嗎 奇怪 我是前20分鐘才被人家講說 奇怪外面在傳說奇怪 我們有什麼都不曉得 台北市民政局長藍世聰則說 對於各種數據還在專家的評估當中 要等成效評估出來 要如何做才會有定論 而台北市政府也發表了 都會行社區安寧照顧的成果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其實很多病人很希望在家裡往生 不願意死在醫院 為什麼還是要送病人到醫院 是因為有些醫生不願意走出去 是這種專業的傲慢 他就是坐在醫院裡面等你來 你要叫他走出醫院 他就醫護好像很不願意的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要讓醫生走出醫院 這還滿大的工程 柯文哲希望未來 北市府就是服務團隊 當人民有需要的時候 願意遷就自己去服務人民 我們目前健保制度一個很大問題就是 醫術好反而賺不到錢 因為就是做的越多領的越多 所以我們常常給病人太多不必要的治療 柯文哲表示 醫生或是護理師到家裡去 感覺上人事費用比較高 但是如果把病人送到醫院 做不必要的治療 算也算居家安寧反而比較便宜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聖堅也強調 接勝健保費是附加價值 重點還是如何降低病人痛苦 避免接收無效醫療 新唐人亞太電視高見論黃聖堅 台灣台北報導